我的名字叫做红草儿 很荣幸可以站在这里代表我的学校来这里演讲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演讲题目是 家和为贵 俗服的好 家和万事兴 那我们来说说家和的原理是什么吧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 有16口人 在我来泰国之前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大家的房子也都买在一个社区 我们无论去哪里 一家人总是会在一起 在这个家 有什么事情 大家都很容易的达成共识 之后又会很快的去做事 哪怕就是事情没有做成 家庭里的人 也都不会互相的抱怨 互相的指责 一家子 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是其乐融融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 还会害怕有什么问题吗 还会害怕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吗 人和了 家才会和 即家和了 万事也就兴了 我们倒过来说 如果家不和 万事也就不会兴 假如你的家里 亦有大小的事情 就得吵架 只为了一己的私欲 去平办是非对错 最后遇到的事情 连个决定都拿不出来 就更别谈 大家如何全力以赴的去做事情了 这样的一个家 要怎么才能兴旺呢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令相如因为完毕归赵 与阴池惠蒙有功 而被分为上卿 位在连坡之上 连坡很不服气 扬言要当入羞辱面相如 令相如 令相如得知后 尽量的回避 容让 不与连坡发生冲突 令相如的门客 以为他畏惧连坡 然后令相如说 秦国不敢侵略我们赵国 是因为有我和连相军 我对连相军容让 退让 是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 把个人的丝绸放在后面啊 这话被连坡听到后 顿时羞愧难当 这就有了连坡 负荆请罪的故事 我相信这个故事 在座的各位多少都有听过吧 把一个国家的利益放在前面 把个人的私人恩怨放在后面 这才保住了当时赵国的地位 若是令相如 赫连坡不合 不再一起保卫赵国 那当时的秦国 定会一举侵略赵国 家和即是人和 这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 如礼记里讲 父之独 兄弟目 夫妻和 家之肥业 意思就是 父子亲近 兄弟同心 夫妻恩爱 家人齐心 财富就会自然的聚集而来 家和为贵 这是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的 这也是中华五千年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应当遵循祖训 将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底 家和为贵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太快了 我知道 请不吝点赞